故乡风月之文 这段文非常好 阴荡发愿愿往生 刻路西山任笔列 自是不归归辩德 故乡风月由谁争 应当发愿愿往生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 对我们的慈悲殷切的劝导 众生门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 释迦牟尼佛很慈悲 一而再再而三的说 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就告诉我们要发这个愿 昨天也讲了发四十八愿 发多少愿 不要你发这么多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我们只要发一个愿就可以了 愿生彼国 四十八愿通通都是你的 刻路西山任笔列 什么叫刻路西山呢 就是指这个梭博世界 三界轮回 在这里啊是像一个旅客的道路一样 我们从人道到天道 天道一道三个道 断来断去都是在像一个旅客的道路 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有家乡 这路上的风景啊 有山水呀 有溪流啊 到天道或者是有悬崖去翘啊 到下地狱了 悬崖去翘了 来到天上了 山水风景没好了 这个呢我们不要在这里留恋 认笔恋 任其他那些人升官啊 发财啊 看到这里风景觉得不错 忘记了自己 回到自己的家乡 所以大师说啊 应当发愿愿望生 说博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 任哪个愿意留恋 任他留恋去 我们应当呢 求生净土 自是不归 归便得 归就是你发这个愿生心 想回家的心 只是因为你啊 不愿意回去 如果你想回到净土 你就可以回去 因为那是你本有家乡 阿弥陀佛不会拒绝你 他时刻在等待我们 呼唤我们 殷切的在召唤我们 只要念佛 马上放八万四千光明 设去而不舍 而引导我们回归净土 自是不归 归一便得 很简单 很容易 故乡风月又随征 极乐世界是我们本有的家乡 那里清风明月 在等待着你 那里父老家乡 准备了法院 在等待着你 对不对 我们回到净土 又谁在争呢 说啊呀 到极乐世界 有没有我的位置 统统都有 每一个都有一份 不用争 在等待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